居然魔王快把鞋子还给我们 黑眼之力 这里有八只鞋子 只要你们互相找到对方的鞋子 我就还给你们 这么多鞋子怎么找呀 小贝我来帮你找 这两只黄色的鞋子 到底哪一只才是小贝的呢 老家都说全有胃壳的 小贝你说那只我撤 真的是我的鞋子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寻到了 接下来就没这么容易了 竟然想瞧我们 小雪我来帮你选 小雪的鞋子是红色的 我找到了 小雪这就是你的鞋子 小贝谢谢你我穿 我怎么没有颜色了 因为那是我用魔法变的鞋子 根本不是小雪的 怎么会这样 小雪对不起 没关系我们接着找吧 可是 这算是一只红色的高跟鞋了 这也不是你的鞋子呀 什么 难道小雪的鞋子不在这里 嘿嘿 其实这就是小雪的鞋子 只是被我用掌眼法变了个样子 你们竟然看不出来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要反送222告诉小雪呀 小不然我的计划就失败了 小贝都找到鞋子了 我怎么还是找不到 难道我真的变不回去了吗 我不要这样 小雪你别哭呀 肯定有办法找到你的鞋子 把你变回去了 可是这里只有红色的高跟鞋 根本没有我的鞋子 黑暗魔王 是不是你把小雪的鞋子藏起来了 快拿出来 你别怨我呀 我才没藏小雪的鞋子呢 不是黑暗魔王 那小雪的鞋子到底在哪儿呀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快帮帮我们吧 你们看小贝我们都在发送222 我知道了 刚才的鞋子被黑暗魔王施了魔法 这次肯定也是这样 小雪你穿上红色高跟鞋试试 好我穿 竟然真的恢复了 小贝你真厉害 多亏了小朋友们的帮忙 我不服 你们肯定找不到大宝的鞋子 黑暗魔王 你别得意 小雪和小贝肯定能帮我找到的 这两只鞋子一模一样 根本没有区别 到底哪只才是大宝的 对了 我的鞋子被试过魔法 肯定能感应出哪只是魔法鞋子 我来试试 怎么没反应 我根本没试魔法 你们当然找不到了 黑暗魔王 我的鞋子好几天没刷了 一点也不好玩 你还是还给我吧 我才不还呢 这样多好玩呀 你怎么能这样 真是太过分了 你们看 蝴蝶 蝴蝶最喜欢好玩的鲜花了 我知道哪个是大宝的鞋子了 大宝 你穿这一只 没错 这就是我的鞋子 太好了 我们快走吧 等一下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 这是我们的秘密 咋也不告诉你呢 其实是因为我的鞋子太臭了 蝴蝶不喜欢 所以我们才找到的 小朋友们 你们要听我保密 千万别告诉黑暗魔王啊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宝最讨厌 这也有封信 我看看 小辈最丑 什么 我要生气了 这到底是谁写的 我这里也有 兄妹大笨蛋 我才不笨呢 我也有 小雪美丽善良聪明 可恶 小雪 只有你的信封不是说你的坏话 你快说 我们这些到底是不是你写的 就是小雪 这肯定是你写的 古人 为什么就你的不是坏话 不是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就是小雪 一定是小雪写的 我们的坏话纸条 真的不适合做的 那你有什么证据 我没有证据 那就是你做的 你这是太过分了小雪 我要和你绝交 我们也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写的 大家为什么都不相信我 怎么了小雪 精灵仙子 在他的课桌上 都出现了坏话纸条 只要我的不是坏话 大家就觉得是我做的 怎么会这样 我可以帮你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真的吗 太好了 精灵之力 终于大家都走了 现在就看我的吧 这个身影好熟悉 我知道了 这是黑暗魔王 竟然是黑暗魔王做的 黑暗魔王实在是太坏了 我这就去找他 让他跟大家说清楚 黑暗魔王 我正找你呢 你快跟大家说清楚 窗子上兴奋里的坏话纸条是你写的 什么坏话纸条 我看看 大宝最讨厌 小辈最丑 熊妹大笨蛋 这也太好玩了 黑暗魔王 你还笑 大家都以为是我做的 都要跟我绝交了 你快去告诉大家呀 告诉大家什么 这又不是我做的 什么 可是我和精灵仙子明明看到了 我们放学好 你鬼鬼祟祟的出现 我想起来了 你说这个呀 你是这样的 终于大家都走了 现在就看我的吧 别 我扫 我扫 终于打扫干净了 老师明天看到一定会表扬我的 就是这样 这个怎么办 不是黑暗魔王做的 那会是谁呢 我好像知道是谁 我记得我走以后 有人就进来教室里 黑暗魔王 你知道是谁吗 这个我也忘记了 精灵仙子 你可以看看是谁吗 好的 精灵吃力 我要给每个人都写上坏话 大宝最讨厌 小辈最丑 小妹大笨蛋 还有小雪 我知道了 我要把小雪的写成咔嚓的话 这样 大家一定会以为是小雪做的 我写 大功告成 走喽 原来就是这个人做的 好熟悉啊 我怎么想不起来是谁了 我也觉得好眼熟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写下绘画纸条的人是谁吗 知道的话 就快告诉我吧 拜托你们了 这是我的爸爸 这是我的妈妈 那么 你是谁 你是黑暗魔王 你是呢 你是黑暗可可 不退都不退 我也忘记我是谁了 只有你们 正确地说出我是谁 我才能恢复原样 哈 我知道了 小朋友们都说这是小雪 所以 你是小雪 我想起来了 对我是小雪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已经回答正确你是谁了 小雪为什么还是黑影 对啊 不过黑影变成了小雪的影子 这可怎么办 会不会要一直都是黑影吧 小雪 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小辈兄妹大宝 只能靠你们了 什么 清明仙子话还没说完 怎么就消失了 对啊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了 那我怎么恢复原样了 会不会 要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了吧 清明仙子说 只能靠我们了 意思不会是 我们可以帮小雪恢复原样吧 小辈姐姐你说的有道理 我想到了 会不会还是用我们要说出小雪的外貌啊 那我们来试试 我想想 小雪带着红色的蝴蝶结 你们快看 小雪的蝴蝶结恢复出来了 小妹 你真是太聪明了 那我们赶快 找出小雪的其他特征吧 这样小雪就能恢复原样了 小辈姐姐 小妹大宝 谢谢你们 不客气小雪 谁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呢 对啊小雪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帮助你恢复原样的 我相信你们 我记得 小雪的头发是黑色的 不对不对 小辈姐姐 小雪的头发不是黑色的 我也记得 小雪的头发不是黑色的 我想起来了 小雪的头发颜色是棕色的 太好了 我的头发也变回来了 终于回家争取了 这次让我来吧 小雪的眼睛颜色是 是 哎呀 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熊妹 你这是太笨了 这你都不知道 小雪的眼睛是蓝色的 什么 蓝色的是你和熊妹 那到底是什么颜色啊 小辈姐姐大宝 你们不要吵了 我记得起来了 小雪的眼睛颜色 和小辈姐姐的一样 都是黑色的 呀 我打出来了 谢谢你熊妹 现在小雪 就说小身体没有恢复了 你是太好了 小雪的衣服 小雪的衣服颜色 是蓝色被带裤 大宝 你到底在搞什么 证明明是你的衣服 那是我搞错了 小雪的裙子颜色 是蓝色的 对 还有红色的领结 我的身体也回来了 太棒了 现在只要把鞋子颜色 回家争取 小雪就能回来了 我知道 小雪的鞋子颜色是蓝色 大宝你就别捣乱了 不是吗 可是我记得就是蓝色的 那是黄色的吗 不对不对 我记得是绿色的 不对不对 我也想不起来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我的鞋子颜色 是什么颜色吗 你们回家争取的话 我就能变回来了 你们知道的话 就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拜托的战朗 我要和小飞姐姐 小飞 我太不喜欢你了 小飞姐姐 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 这个是我最漂亮的羊娃娃 小雪雄们一定会喜欢的 这么好看的娃娃 我要把它变成大怪兽 给你爱魔法 爱莎 你做了什么 娃娃如果离开你的手里 它就会变成大怪兽 所以 千万不要分享给别人哦 爱莎 你太过分了 不搞 都知道了 小飞姐姐 你的娃娃好可爱啊 能不能给我玩吗 怎么办 娃娃不能离开我的手啊 万一 它要是变成大怪兽 伤害了小雪 那可不行 不行小雪 我不能把这个娃娃给你 好吧 事情就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小雪这么在乎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小雪姐姐的不断 可是小飞姐姐 也没有告诉小雪姐姐原因 所以小雪姐姐才生气 哎呀你们别说了 赶紧找找小雪 还留下了什么线索 啊 我找到了一个录音笔 快听听 小妹打扫卫生 竟然不和我一组 它太过分了 小妹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我的错 小妹 今天你能不能和我一组打扫 为什么呀 你不是和安娜一组吗 我和安娜吵架了 就这一次 求求你的小妹帮帮我吧 那好吧 小妹 快来打扫 对不起小雪姐姐 今天你自己打扫吧 我要和安娜一起 好吧 你们看我没有错 你们看我没有错 虽然小雪这么想不对 但是你应该告诉小雪的 小贝已经说的对 好吧 那是什么 魔法球 我翻光了 大宝 我们去看球赛吧 可是我要和小雪姐姐去博物馆 博物馆都没意思 而且这次的球赛 你最喜欢的运动员也在 什么 我要去我要去 可是小雪姐姐怎么办 我这样说 她肯定会生气的 那就找个其他的借口 只能这样了 对不起小雪姐姐 我实在是太想去了 小雪姐姐 我有点不舒服 就不跟你去博物馆了 好吧 赶上赶上 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大宝 大家都不喜欢我了 快要离开球赛王国 大宝 你真是太过分了 我实在是太想去看球赛了 没想到小雪姐姐全看到了 大宝 你还说别人 你说的也不多 我知道了 我们快去找小雪姐姐吧 我们连她去哪里都不知道 怎么找啊 小雪姐姐 你终于出现了 小雪 你去哪里了 我们好担心 我在黑暗森林里找到了小雪 就把她带回来了 对不起 让大家担心了 小雪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都知道了 也知道自己的错误了 小雪 你原谅我们吧 我也是 看到你们又变成以前的样子 我真替你们高兴 小朋友们 你们和伙伴们有个误会吗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苹果 你弄到这样 这样是不对的 就是 我才不喜欢红烧肉呢 我不管 我是味道仙子 我喜欢红烧肉 你们也必须喜欢红烧肉 味道模仿 我们可以这样 好主意 好主意 我们可以去找小经理哦 红烧肉味的蛋糕 红烧肉味的橙汁 红烧肉味的青菜 太狠了 我能吃个够了 好渴呀 我去喝点水吧 魔法变 河水怎么变成红烧肉味的了 是我干的 你是谁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不是最喜欢红烧肉了吗 我把河水变成红烧肉味的 你为什么不开心 可是这样 就不能河水煎渴了呀 你快把河水变回来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这个怎么办 我还是去找别的河水吧 好清晨的河水呀 魔法变 可恶 你怎么又来了 我接着找 跑到这里 应该追不过来了吧 我终于可以喝个够了 魔法变 怎么又是你 快把河水还给我 快还给我 原来是在做梦呀 吓死我了 我先喝杯水吧 啊 怎么是红烧肉味的 这是怎么回事 小白你终于醒了 快和我们一起玩吧 我喝 小雪 你的水怎么也变成红烧肉味的了 小白你在说什么呢 这明明就是普通的白开水呀 我喝 这也是红烧肉味的 小白你怎么这么奇怪 我们拿的都是普通的水 没什么别的味道呀 难道你们都尝不出来吗 吓 肯定是黑衣人干的 黑衣人可以把我的白开水还给我 小白我是不会还给你的精灵之力 小精灵是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不顾别人的感受 把所有的食物都变成红烧肉味的 我这样做是想让你也尝尝 这么做的后果 可是我并没有把水变成红烧味的 你这样做太过分了 可是你之前的做法就不过分吗 就是 我现在都不敢吃饭了 小妹 这都是你的错 小雪 大宝 怎么连你们也怪我 小朋友们 你们说 真的是我做错了吗 如果觉得我做的不对的 就发色333 我会改正错误 做一个和和的味道仙子的 再生一点 之前 这就被君持过 你永远 Christ 最常吃美地 经估 worth 一 NHB Roth